Hello 财艺平台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冲天四公子提的乐少轩 扮演者 汉文波 爱和揮手 从心若不知 从刚接到这个角色 到现在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有了什么变化 一开始觉得这个角色还是比较平面化的 觉得对剧本人有点熟悉 然后这个人物还是立体 三维的 看起汉安的 其实在作案的时候是很关注的投入 他是很激进的一个人 因为他是一个武力高手 在拍摄通天书院期间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哇 印象深刻的事 开机那天吧 第一天我们去得很远 大概开车的两个小时多 那天巨冷 没有想到夏天还能有那么冷的地方 但是我的衣服穿上了 然后开机那个相聚场 就同天上的每个人都捧着 然后一鞠躬的时候 后边不知道谁的眼会 落到我脖子上边 然后结果烫了 嗷嗷叫 衣服上帽子上都是香灰 然后我们第一天的那个场景是在一个瀑布下面 在下雨那天 早上那瀑布的水还是那种小细水 然后到了临近傍晚的时候 那个水开始变成洪水了 哗哗的 然后那个河床都被覆盖掉了 所以那一天 人的血有点水 然后又冷又饿 桌上的部分还有疼 然后第一天 自己还是蛮狼狈的 所以对影视剧这一方面 自己的心动历程是怎样发展的呢 从2017年左右吧 开始接触 觉得影视表演是很有意思的一门艺术形式 我也很尊敬这个艺术形式 希望能够在上面的进步 因为你不做演员 很难体会到 你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过程也是一个 逐渐追寻到真我的一个过程吧 尝试了演员和歌手 当然还有作为组合理的艺员 这样的身份接触下来 分别跟你带来了什么 我之前看了一个节目 演员是装灵魂的容器 要把自己放空 把不同的灵魂装进你自己身体里面 相反的就是歌手 你要表达什么 你要很清晰 还不能把自己放空 唱什么歌都可以 其实这样的话就混乱 这是我个人的总结 我自己在往这个方面的努力 我觉得做组合 是让一个歌手 能够快速被别人看到的一个途径 这个年代 我觉得选择有的时候更重要一些 首先先有这个自信被别人看到 然后我们才有这个可能性去成长 你既然选择做了 你就一直会是带着这个标签的 所以说你一直有这个责任 去做好一个偶像的一个示范作用 我觉得很有信成为偶像艺人 是因为可以让自己 又约束自己的同时 又要去见证自己的成长 而是这个过程 我觉得被粉丝看到 对他们也是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 从正式出道到现在已经五年了 有没有什么遗憾或者难忘的事情 五年了 好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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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 别顾什么 什么事情 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一个前辈引导我 能够告诉我说 哎呀 伯伯你要这样那样 会减少很多人生的困惑和烧口一些弯路 这是觉得比较遗憾的事情 有利有弊吧 难忘的事情就是 做了这么久这个行业 我知道去年和前年这段时间 我才开始真正的认识这个行业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才真正的成长 八年小提琴 八年大提琴 学习了十六年的提琴 这十六年对于现在的演艺道路或者生 代给了你什么 大这行业那么久 没有八年 我觉得这是形成一种性格上的一个不同吧 就比如说其他小朋友 在出去玩的时候 你练琴啊 你肯定不能出去玩的呀 时间长了 别人都讨论 时下流行的东西 你听不懂 因为你没有接触过 那我就自己玩自己的 所以说发展轨迹 就和他们就偏了 不过这也能形成 独特的性格上的一个标签 比如说我很擅长独处 很少会感到那种 因为缺乏和朋友的倾诉 而感到抑郁 这样就比较少 还有什么改变 其实那就是 音乐上欣赏审美吧 其实一直都我在创作 但是在创作这个过程中呢 我会一直遇见一个新的状态 就是我到底要什么 你要顾市场 还是要顾你想要的东西 还是说你要其他的一个目的性 就这个过程中 自己在平衡 在找 那未来要发的那个歌曲呢 肯定是要发的 但是这个风格 还不能体现投入 传奇来说 我目前还是想 以个人想要本来的东西为主 一人分是两个角色 来说一段最记忆犹新的台词 先是这个 灯公子 不是说好了 记来这责安局吗 期望一个反派了 好吧 不是说好了 记来这责安局吗 最后跟肯定说句话吧 非常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陪伴和守护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 自己热爱的事情 和自己想要去打成的目标 然后我一直好好努力